受美股下跌的影響 环球股市大多回落 港股的调整美元 于是亦趁势更跌 最终跌到预期的20,700点水平 收报20,719点 跌267点 1.28% 成交疏落 只得897亿元 较上日少332亿元 为套年以来交头最少的一日 较年初六的972亿元 还少75亿元 这也是第三周下跌 本周跌了471点 三周合计末去1969点 而在这以前 则是连升六周 总进涨3238点 结果 抖回60% 只剩下1269点的收益 我头牌给大家算者不仗 只在说明 如果这是调整市的话 调整的幅度已经不轻了 应属中等程度的震荡 加上升了六周 跌回三周 从时间直看 也调整了一半 昨日 表现最稳的是银行股 不论本地银行 还是内银股 一律稳如泰山 个别的如公布业绩的东亚 00023 更一雷天下响 收10.6元 净升5% 东亚去年受惠于正式差收入 及成本较低 业绩较大行估计的高出很多 所以有大行事之为惊奇 并上调东亚的目标价 至12元 东亚现象之外 还有汇控 00005 昨日亿亿市上升 汇控收58.2元 升0.1元 汇控已定下周二 2月21日 公布业绩及派息 这个迷团很快就会揭中 我认为在大环境影响下 汇控的业绩应不会差 派息一定会继续 汉汉与汇控同级的渣打 02888 就因为业绩好 公布后一升再升 昨日收70.7元 又涨1.2% 汇控受渣打与东亚 两面夹击 不省令招牌 过得了惯吗 事实上 作日本地银行股中 中银香港 02388 也升了0.19% 唯一不振的事被大行建议 沽出换马汇控的行升 00011 收123.3元 跌0.3% 内银股方面又如何呢 亦市上升的有公衡 01398建行 00939 平收无升降的有中行 03988 农行 01288 4大商人 均稳中编号 不是也能说明点道理吗 回说大市 科技股市作日的领跌板块 亚里巴巴 亚里巴巴 09988 100元 大关汽首 收99.45元 跌2.6% 腾讯 00700 收373.8元 跌2.3% 美团 03690 收144.2元 跌2.7% 京东 09618 收210.6元 跌0.9% 四大天王 无一幸免 是科技指数 昨日重挫2.5%的原因 此板块能否逢空化吉 亚里夏周四的业绩公布章非常关键